下面一个问题问的是 何为自信 何为神识 自信与神识有何关系有何不同 没有迷惑的时候叫自信 迷了的时候就叫神识 它不同地方就在此 其实上神识跟自信是一不是二 一个是在觉悟的状态 一个是在迷惑的状态 我们中国人称它做灵魂 这是世俗称的 其实它迷了之后它什么也不灵 它灵它怎么会做坏事 灵它怎么会跑到三瓦道 就是因为它不灵 迷惑天堂 孔子讲的好 孔子在《易经》细词里面讲 他讲游魂 他不讲灵魂 这个讲法的时候讲得非常有道理 非常正确 所以孔子虽然很少讲这个 你从他写这个细词大传的时候 他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李太神 一般人很难听得懂 所以他少讲 那么佛讲的很多 那佛在印度那个环境 印度的时候 佛出现在是 是印度宗教最发达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宗教都修禅定 那个禅定功夫到达的时候 他六道轮回 他们都见到 所以佛就讲得多了 中国这个环境跟印度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去学是很乐意去学 但是没有定功 不能够突破 现在的话就是空间的维持 印度人那些宗教的时候 很容易突破 所以佛对这种事情 就讲得很清楚 这就是神识跟自信 提是一个 但是呈现的状况不是一个 自信是空极的 没有形象 神是有形象 但是我们肉眼看不起 他不是没有形象 佛给我们讲三界里面 最高的无色界天 无色界天有没有形象 还是有没有形象 无色界天人 就是色界天也见不到他 他是佛能见到他 那么这种色呢 在佛家称之下 无表色 表示表示 他们也表示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 你说做梦中有没有形象 梦中有形象啊 那梦中形象 你在做梦 你旁边隔壁睡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看不到 你就晓得说 神实现的色相 就是说明那种 但是自信呢 自信真的没有形象 确实没有形象 自信能形 变现出来之后呢 你才能够觉察得到 没有变现出来 你觉察不到 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科学家的话 就是自信就是长 能量稀薄的时候 现象的时候 能量集中 它就变成物质 变成形象 它两个是这种关系 我们也要认识清楚 嗯